兩航會談 雙方各派出四名歸人出席 其中北韓成員有一人特別受到矚目 就是外傳北韓領導金珍的前女友 玄松月 玄松月在北韓以甜美的歌聲出名 日本媒體甚至曾經披露 金珍 金珍的父子倆都曾派上玄松月 而她後來漸漸淡出舞台前的表演 成為由北韓少女時代之稱的 牡丹風樂團團長 其實早在金珍登上領導人位子出奇 玄松月就曾經被傳出 因為拍攝淫秽影片遭到槍決 一年後卻上演大復活 甚至破例被拔著為北韓黨中央候補委員 如今更成為北韓代表參與兩韓會談 可見她身份 地位的特殊性 而在會談期間 她手拿價值70萬台幣的愛瑪士名牌包 頭榜 浪漫的公主頭 跟北韓時下流行的第一夫人理學紙端法 拿著是香奶包的裝扮大不相同 難道有跟正公來較勁的異味嗎 一位長期關注北韓情勢的南韓記者 揭露了一連串金氏王朝的後宮爭鬥 透過她的角度 為您揭開北韓後宮不為人知的公鬥心 天美的嗓音氣質出眾 她是北韓的第一夫人李學主 同一回以這樣的身份公開現唱 有人說她是在一個 咸心北道的一個平凡家庭 她的父親是可能是空軍出身 然後是高麗航空的飛行員 那她本身的話是學音樂方面的 然後她有到中國去學過 留學聲樂這樣 28歲李學主婚前相當活躍 不但在管弦樂團擔任主唱 還曾以啦啦隊員的身份造訪南韓 之前就代表北韓 有參加很多的這種 親善活動 外交方面 有去過南韓 有去過日本 那其實李學主她是一個見過世面 她非常重視她的衣著打扮 她特別喜歡迪奧的那個包包 那她拿這些東西 就會變成是大家的討論的話題 然後南韓也有很多人 甚至有那個李學主的這個風潮 自從2012年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帶著李學主出次亮相後 這位平壤的仙杜瑞拉 舉手頭總都成為媒體追蹤焦點 특히李誠珠는 金正恩과 함께 나무를 심고 팔짱을 끼는 등 大정한 모습을 연출하기도 했습니다 北韓的領導人是不可以 就是不會在公眾場合 跟女人會有這樣子的接觸 金正恩 원先生 但是如果金正恩的領導人 他一出來就這樣做示範的話 那等於說北韓的人民 就可以這樣做 所以他等於是讓社會風氣 整個就變得比較解放 打破傳統思維大方放閃 金正恩從小在瑞士留學 最對男女觀念比較開放 不但在即位後公開老婆的身分 是連妹出行社交場合 很多北韓人民覺得 他是一個不成熟比較不穩 因為他年紀很輕 二子多歲就當上了領導人 那他藉由他的夫人 有他做一個輔佐 塑造一個形象 就是他愛他的老婆 然後是一個很親民的一個領導人 那這個對於他在統治北韓 然後是會有加分的效果 打仗愛老婆形象 也因此傳出金正恩之前 太冤親的女友 雪崇岳 突然在所屬的樂團搜身祕訣 這是從2006年 金正恩被指定為繼承人之後 玄崇岳就消失中期 就是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 有人甚至說 玄崇岳已經被殺了 然後還有他知道這個 金正恩他有一段過程的人 也都是這個樂團的相關人員 也都被殺了 當時國際媒體一度報導 他是因為拍攝淫秽物品而被捕 甚至遭到愛人金正恩槍決 不過就在隔年5月 被傳已死的玄崇岳 又突然現身在公眾場合 改革改武 魅力四勝 在團長選項樂的代理下 女的紅綠團完美變身 被封為北韓版的上海時代 被消失一年之後再現身 這回選項樂造金正恩破裏提拔 直接進入黨內擔任核心要職 也讓外界好奇兩人關係 所以他其實跟他的爸爸不一樣 他爸爸就是很隱 就是會把他的女人的關係 是隱藏在幕後 但金正恩他是採取一種 就是一開始我就公開 長年觀眾北韓情勢發展的 南韓記者李永忠發現 既是家族的傳統 就是把女人藏在幕後 像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恩 這一生中至少有四個女人 其中一個還曾是 北韓第一美人陳惠玲 大概1960年代的時候 她在北韓是 非常紅的電影演員 所以她就常常就是以 說她要知道電影的名義 然後就跑到片場去 然後可能就是在現場 就特別照顧陳惠玲 然後去追她 陳惠玲不但比金正恩大5歲 而且還是個有夫之父 更驚人的是 她還是金正恩高中好友的嫂嫂 但金正恩竟然從那時 就對她一見鍾情 就是把她的嫂嫂 就是強行躲過來之後 她就是想要跟她同居 那她就是強迫她 跟她原本的老公離婚 也有點像是用就是 黨國的力量 那她的老公 就是聽說後來就是因為 突然就是自己的老婆 就被領導人就是躲走了 那她自己就後來就是 就是跳河自殺了 那一年陳惠玲已經31歲 正要把金正恩迷得神魂顛倒 陳惠玲的姐姐她有出了一本書 那她在書裡面就有透露說 她們熱戀的時候 就是她曾經在半夜 就是聽到樓下有汽車的那個喇叭聲 就是金正恩迷來接她 突然就說她要去五號宅院 那所謂的五號宅院就是 金日成金正恩迷他們給他們的 直系的家屬住的地方 從那天起 陳惠玲彷彿人間蒸發 兩年後她生下種子金正男 陳惠玲一直就是沒有得到 她的公共的認可 就是金日成的認可 生產的過程 她還必須要從醫院的後門進書 陳惠玲畢竟是解過婚的人 金日成可能不是非常認同 演員的身分也有可能 對 所以才會一直不認她做媳婦 同居了五年 陳惠玲始終每一個名分 金正恩迷在父親的安排下 前後又取了兩個革命烈勢的遺孤 洪一天看金音書 她有一個正氣叫洪一天 但是她跟她就處得很不好 或者是就是好像可能 聽說她有動手打過她 就是她們可能之間沒有什麼火花 就是北韓僑民 後來就是搭上了送回北韓的船 就從日本回到了北韓這樣 高雲基年僅19歲 出色的美貌升得金正日的寵愛 更重要的是 她很快就得到公共金日成的認可 享有往事喜富的待遇 但反觀陳惠玲 得寵不到五年 隨即被打入冷宮 陳惠玲也是有點得到憂鬱症的樣子 那她就被送到莫斯科那邊去治療 殘遭金正日拋棄的陳惠玲 就像被軟禁般 一個人孤零零的生活在語言不通的國家 每天只能透過電話解心頭之恨 陳惠玲百般無奈 自從妹妹變成金正志的女人 兄妹倆就再也沒見過一面 65歲那年 陳惠玲孤獨的客死一鄉 抑鬱而終 就是那個時候她身邊 就一個家人也沒有 然後她就過世了 那她過世之後 其實金正日也沒有送什麼 比如說送棺木過去 她也沒有 被默默葬在 就是莫斯科郊區的一個墓園裡面 但誰都沒想到 陳惠玲的悲慘遭遇 竟然連累到自己的孩子 金正男不但生前流亡在外 最後也難逃被暗殺的命運 就即使這些人 他們並沒有想要模仿 但是金正恩這種 就是像皇帝 他們就是想要得到絕對權力的時候 就怕那些 會影響到他們權力的人 就是他們就會想要把他剷除掉 哥哥金正男 雖然沒有母親勢力支撐 但主要對王位有任何威脅 當然得剷除 金正日眾多女人裡 唯有高音機 母女子貴 得以被尊為拼擾母親 三代世襲的北韓金氏王朝 背後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 弓鬥鞋類